今天上午的历时六年横跨长江连接江苏南通与张家港的 护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建成通车 这是继南京长江大桥之后 长江江苏段上第二座公铁过江的桥梁 而随着大桥的通车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重要基础交通工程 护苏通铁路同步开通 总台央视记者杨光此刻就在大桥上 杨光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在现场看到的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大森 那现在我是站在了护苏通大桥的公路的桥面之上 那么现在整个大桥通车的仪式正在进行当中 因此我们也是得到了就管部门的允许 在公众桥面为大家带来这场直播 那么应该来说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通车仪式当中 最激动人心的是在我此刻脚下 正在进行的一个铁路桥面的通车仪式 那么在这个仪式之上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会有南北两辆列车 经过大桥 南北交汇的一个场面 那么在昨天下午在这个仪式上进行了一个演练的一个仪式 我们也是为大家提前拍摄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南北列车交汇的画面 那么一列从南边张家港向北发出的列车 和一列从南通由北向南发出的列车 将通过护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在江面上实现一个交汇 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仪式 开通仪式结束之后 也标志着整个护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全线的贯通了 那么应该来说 这对于整个江苏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这是半个世纪以来 自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来 江苏长江段迎来的第二座公铁跨江的桥梁 而在这个桥梁之上 本身也有非常多的一个看点 总结起来有三个字 就是高大星 第一个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身后 在我身后是大桥的主塔 南北共有两座 主塔现在距离我所站的公路面的路面 大概高度是有200多米 而整个距离江面的高度有330米 这是目前世界上同类桥梁当中 最高的一个主塔 这是高 第二个大 就是现在我所站的这样的一个 是在两个主塔之间 大桥的一个主框的位置 这整个大桥的一个主框的长度 是有1092米 这也是在目前同类桥梁当中 最大跨境的一个主框 第三个就是新了 在整个大桥历经六年的建设过程当中 形成了有65项专利 包括有14种新的工法 现在还在不断地 正在申请新的这样专利当中 那么除了这些新的专利之外 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新的 自主研发的一些新材料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在我身后大桥的这样一个 斜拉索当中的这种钢丝 就是新研发出来的特种的钢丝 因此来说整个大桥 在中国墙的建筑史上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就像大桥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样 在桥下通行的这样的一条 互松铁路 对于整个江苏和上海的意义 也是非常的重大 在这里我给大家去准备了两张车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如果要从南通坐火车到上海的话 需要购买两张车票 第一张是先从南通坐火车去南京 接着再从南京中转一趟 从南京再坐到上海 为什么需要这么的折腾 是因为在过去 凡是从苏北地区 想要过江的这样的一个列车 必须都要到南京 从南京过江之后 再折往苏南 乃至于到上海地区 因此来说 如果从南通要想到上海的话 首先需要逗一个大圈到南京 走一个大大的U型 才能够到上海 这时候最快的需要的时间 坐火车至少也要五个小时 而现在随着护苏通铁路的一个开通之后 我们看到 踩弯曲直走一条直线 现在南通到上海的最近的距离 只要66分钟就可以到达上海 而随着这条铁路的开通 受惠的不仅仅是南通 在整个苏北地区将来 都可以更便捷的到达上海地区 而同样在苏州下辖的 三个全国的百祥线 太仓 长树和张家港 这三个百祥线也是告别了 没有铁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纳入到了整个长山脚一体化当中的铁路网当中 因此来说 整个护苏通铁路像它的名字一样 护苏通铁路的开通 将带来江苏和上海 护苏之间更加便利的一个交通 也是为整个长山脚一体化发展 这一国家战略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技术 纳森 目前我在仪式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杨光 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那么7月1号开通的护苏通长江工铁大桥 创造了许多桥梁建造史上的记录 这背后更是有许多国内自主研发的新材料 新技术 护苏通长江工铁大桥全长11公里 其中跨江长度近6公里 主跨达到了1092米 由于大桥上层为六车道高速公路 下层设置为四线铁路 为了承担起巨大的贺载 以及超大跨境的主跨 桥梁建造中采用了新工艺 我们在钢梁架设中 首次采用了整阶段制造和架设的新工艺 传统的钢梁是采用单杆件制造和瓶装的方式 单杆件重量基本上在100吨 我们采用了整阶段瓶装以后 其中重量达到了1700多吨 为了实现这种整阶段的吊装 我们专门研发了起重量最大的1800吨的加量掉机 大大的加快了建造的速度 同时降低了现场的风险保证的质量 除了新工艺 大桥建设中还采用了许多新材料 大桥的432根斜拉索 是由单根直径7毫米 强度达2000兆帕的高强度钢丝组成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材料 这种新研发出的高强度钢丝 既满足了强度的需求 实现单根斜拉索最大锁力打1000吨 同时尽可能减少自重 减少风雨对斜拉索的阻力 记者从中铁大桥局了解到 目前大桥建设中 共形成了65项专利 创造了14项新工法 在桥梁建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